中国历史上,淫乱的宫廷故事很多 别以为古人都会遵守三重四德 在双眉底学痴人前 汉朝、唐朝与隋朝 男女关系较为平等 感情都蛮奔放的 贵族女性要离婚、再嫁、姐弟恋 甚至是逃黑黑黑黑都可以 但说到最淫乱的朝代 我想还是北齐宫廷莫属 有各种培骗本本的情节 夸张是这些都不是爷氏 而是来自大政史的记载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聊聊 北齐有多么言乱 可能很多人没听过北齐 还以为什么北齐 因为北齐在历史上的存在感不高 除了这个大分裂的时代 在这张表里面 有三国时代的未属五 五胡十六国 什么东西南北送起良辰的 这个叫做未进南北朝 而北齐就同捆在这个时代里 属于北朝的一部分 就因为太复杂了 咱们的教科书通常一笔带过 老师也不想教 而北齐灭亡后 取而代之隋朝与唐朝 隋唐光芒过于耀眼 北齐自然被忽略 且北齐从头到尾就二十七年 比一个盛世的皇帝还断 但你只要知道 咱们的蓝宁王 他就是北齐的王子 结果那位长太帅 每次上阵作战时 都会要带一个鬼编剧的战神 未进南北朝照字面上的意思 除了未进外 很长一段时间 把中原分为两半 吉南朝和北朝 北朝前生是五湖十六国 就是一群三外民族 什么匈奴、鲜卑、枪人之类的 他们趁着战朝那乱举兵 一举面的西境 因此截续的朝代 多是胡人政权居多 后来北位统一了北方 是北朝的第一个朝代 然后分裂成东魏西魏 会又被北齐北周取代 一开始是北齐比较强 不过北齐都在玩女人 北周后来居上 最有北周面的北齐 再度统一了北方 这一个中间的领土各有变化 如北周吃下了南朝的巴蜀汉中 北齐也打下了南朝的长江仪北 只是为了方便理解 我就不多做说明 而南朝前生是东晋 最后西纪灭王后 逃到南方的宗室 截续宋齐两城四个朝代 是汉人政权 但他们的政权转移 几乎都是复制贴上 都是被全城诸后取代 而我们的瑟瑟故事 得从北齐的奠基者高欢说起 高欢是身卑化的汉人 整个家族受身卑文化影响很深 可能是混血的影响 高家拥有强大的基因 除了只有谈到的羔羊 长相比较猥琐外 每个人都是高富帅 看看我们的蓝灵王就知道了 史书记载 高欢长而生成有大度 轻财重土 为豪狭所忠 翻成白话文 救出忠义气的地方脚头 抵较几个小弟的那一种 因为那时天家大乱 高欢这种人设正好可以大战身手 又因为高欢很帅 有一次在城阳上巡逻 被当时的贤卑贵族 楼架前进看上 并吵着要嫁给高欢 两人结婚后 扣着娘家的支柱 高欢大可 直接躺平吧 但他没有那么low 高欢把钱都分给底下的8加9 拿去结交各路的英雄好汉 从十日后成就八业的人才 这一个时候北魏分裂成东魏和西魏 高欢虽然是角头出身 但他足之多谋 一路从继承做起 扣着卓越的正式手腕 最后变成了东魏的丞相 类似司马昭至于朝魏一样 掌握东魏的实权 随时有川魏的可能 当时东魏北方的强敌 游牧民族柔然十分强大 时常南下掠夺 高欢想来一个正式联姻 要儿子高层娶楼然公主 维持两国的和平 不过龙丸王更喜欢高欢 强迫49岁的高欢娶她15岁的女儿 那两年后高欢就挂了 留下17岁的公主手挂 他儿子高层倒也没有吃亏 依照龙丸国优良的传统 还是娶了这位继母 并生了一个女儿 除了原配楼加千金和楼然公主外 高欢绰号皇后有收集狂 特别喜欢皇帝的老婆 其中一位大尔朱氏 原本是北魏小荣帝的皇后 执照错寡妇不久 就被高欢纳为小老婆 高欢对她也不错啦 高欢死后 赤子高杨有一天久后乱姓 想对继母欧北来 但高杨长得太丑 被果断拒绝 大尔朱氏就这样子 惨死于儿子之手 而小尔朱氏是北魏建民帝的皇后 同样在老公过世后 被高欢娶入门 后来与高欢的弟弟 年轻二三岁的小鲜肉高僧偷勤 被高欢当场人赃去获 小尔朱氏被流放 高欢则是被活活打死 高欢的另一个小老婆郑大居 始祖上也叫她火居 不是现在的火车啦 郑大居也是魏国中心的皇后 非常的漂亮 后来也被高欢纳为己用 有一次高欢年仅十岁的长子高臣 趁着老爸在外征战 他也雨后骂在宫内 好声隆隆 高欢回家后 一位病女举报了此事 并拉了两名病女作证 高欢大怒下将儿子软禁 并打算废掉高层四职的地位 后来高层东东东关系 也有两名作证的病女改口 比举报的病女致意 这才解决了这件事 三个人就当作没发生过这回事一样 只有郑大居还是帮高欢 生了一个儿子高润 高润也继承了优良的基因 长得英俊貌美 深受父母的喜爱 且一直到了十岁之时 还是跟老妈一起睡 史书记载 年十四五 母政飞与之同庆 有杂会之声 意思是说 与老妈一起睡觉时 有听到类似啪啪的声音 或其他色色的东西 接着聊聊高欢的大儿子 也就搞过他老婆正大剧的高层 高层四个高副帅 又非常聪明 从小被当作继承人的培养 他25岁入朝当官 17岁当上的权势部长 掌管人士 19岁位居宰相 到了27岁时 调拨南朝的猴槿叛乱 让南朝不敢再对北齐大小声 高层的真是首万高外 你一个长处是很会生儿子 你一个儿子有五个才怀洋溢 冷真散战 其中一个还是风靡千万少女的蓝灵王 而蓝灵王还不是里面最优秀的 虽然高层十四岁就吃了异母政大剧 但还是保住了四子的封号 在高欢死后 东卫的食权依然掌握在高层手中 并把东卫治理了很好 且虎父无权子 我说好色这一方面 高层一样好色 且喜欢人妻 高层的大老婆 也是北魏忠士缝衣公主 长得非常的beautiful 但人家老婆才是最好的 高层看上是他弟弟高养的老婆 李祖娥 便搞上了弟媳 最后还娶了老爸的老婆 小妈柔然公主 且连自己下属的老婆都不放过 搞了寓室中卫高中命的妻子 气得对方引入之下投降了席位 并献出了虎劳关 对北且伤害不小 后来高层眼见时机成熟 准备串动卫智利 却在密谋时 被自己的厨师砍死 不是他玩的人家老婆 是高层怀疑厨师想叛乱 结果被厨师献下属为强 以送外卖之名砍死了高层 一时之间 朝天天外乱成一团 而出来收拾残局的是高欢的二儿子 高层的弟弟高杨 前面说的高家全家都是帅哥 除了高杨 高杨长相猥琐 还患有皮肤病 奇怪的是他的他哥高层 是同父同母的兄弟 为什么差距会如此大 或许只有他妈知道了 但长相猥琐没有影响到他的智商 有一次高欢为了测试儿子 给他们一人一团乱七八糟的麻绳 就当其他人解不出来时 高杨直接拔刀将麻绳斩断 这就是快刀斩乱麻油来 高杨的能力出众 这哥哥被砍死后 迅速出来主持大局 牢牢控制东卫政权 兵灾不久废掉了东卫皇帝 建立了北齐 是北齐的开国君主 当上皇帝后 高杨想起了老婆以前被哥哥玩过 现在我也要玩回来 于是变上了高层的老婆冯一公主 果然是别人的最好 高杨在位十年 且如年都是正常人 且表现的一名神物 北齐短时间内就强盛起来 是当十三国典地中 最强盛的政权 但之后开始自我感觉良好 不理朝政 整天就是喝酒玩女人 要不然就是炼丹 可能是酒精与铅中毒 高杨做出了许多常人无法理解的事情 例如堂堂一国之君 高杨有裸奔的嗜好 经常在大街上裸奔 冬天也不例外 更此而是 高杨经常要皇室妇女拖个金光 与她的侍卫们大乱斗 此外还喜欢乱杀人 高杨成宠性一位哥姬 但闲人家不是处女 在她怀孕时 杀哥姬与她的姐姐 并肢解尸体 把头鲁藏在自己的衣袖中 回宫宴客时 再把头当保龄球丢出去 吓得满座宾客四处逃跑 但高杨却用人骨弹奏琵琶 边流烈边隐藏说 家人能在得 实在可惜 诶...不过这个人不是你杀的吗? 除了乱杀人外 还曾在酒后刷拔母亲 楼胎又嫁给北方的胡胡黑黑 把老妈气了半死 虽然也曾通丁失痛想要戒酒 还要旁人鞭打自己 甚至是自杀谢罪 她的道歉往往很诚恳 每当大家都觉得她会痛改前非时 但没有几天又固态赴盟 根据现在的医学来看 高杨因为嗑药 出现了严重的幻觉 有精神分裂与严重的心理疾病 让她狂躁、焦虑、无法控制情绪 容易冲冲杀人 此为酒精语炼丹 更加剧了这些状况 并已有反社会人格 可能身色犬马的日子过太爽了 再会仅10年 33岁就过世了 不过已经是北齐皇帝里面 最长寿、再会最久的了 高杨死后 她15岁的儿子高英 很快被她26岁的叔叔 高杨的弟弟高颜拉了下来 高颜虽然杀了自己的侄子 不过算是北齐里面最正常的皇帝 基本上没有什么可黑的 在位期间正是亲民关心民生 可惜更年就挂了 高颜死后 由她的弟弟 高颜欢迎了第九个儿子高占即位 高占一样是个好色之徒 起手是先是玩的开国皇帝 她哥哥高杨的老婆 没有错就会被高层玩过的那一位李祖儿 除了玩大嫂外 高占还喜欢男人 特别喜欢西域虎人何世凯 但何世凯又与高占的老婆虎皇后是通 皇帝皇后通吃实在厉害 高占被戴绿帽后 没有生气反而想成全他们 可能是有特殊的癖好 高占还是个迷信仔 登基4年后 被一颗陨石吓到 还一次看到外星人 赶紧把皇位传给了儿子高尾 然后躲起来做太上皇 等到4年后高占过世 13岁的儿子高尾 才真正当家 胡皇后瞬间升级为胡太后 那就不演了 直接与何世凯同居 后来何世凯被杀 不过胡太后很快找到了新玩具 就设和上檀仙 檀仙是西域来的僧侣 不但佛法长得好 长得是又高又帅 檀仙一个人不够力 还找来一群小鲜肉和尚 夹扮成尼姑进攻 已取悦了胡太后 但没有想到这群尼姑 却被高尾看上了 急忙地想重信他们 不过脱光衣服后 高尾金爵被骗 除此的弹线 让胡太后伤心不已 前面我们介绍的北齐皇帝 残暴归残暴 除了没事乱杀人玩家老婆外 用人还是很有一套的 文德方面用了几个闲城 让北齐享受了近20年的政治亲民 武德方面更是了得 北齐皇家男儿虽然私德不好 但各个都是高富帅 且特点是很会打仗 生的又多 死人马上有人顶替 例如九位皇帝都曾出过长城 清真北方的胡威黑 且都大获全胜 名将有蓝灵王高长弓 大将军胡绿光 平原王段少 都把北周突厥打得瑟瑟发抖 如那一个裸奔的丑男羔羊 有一次他喝醉酒 随口说要攻打北周 北齐的兵端还没有出 北周听到消息 就紧急的招待会议 讨论要不要迁都 不过最后这个后组高尾 就是真正的弱智了 高尾就杀掉蓝灵王的那个反派角色 不只蓝灵王 猛将胡绿光也死于他的手下 让北齐门户大开 高尾只为完 在政治军事上完全摆烂 反观北周在周五帝的统治下 日益强盛 十元五七五年 周五帝清脆在大军东征 一举把北齐给灭了 统一了北方 随军出征的将领中 还有随州赤死杨坚 杨坚日后趁乱串了北周 建立了随朝 北齐灭亡后 屠局又改变了外交关系 与随设定为同盟 没有后顾自幽的大随建额 不久变南下面浮小不堪的城 结束了自魏晋南北朝以来的分界局面 重新建立一个大一统的国家 关于北齐的历史 我们参考北齐书、北齿与知识通鉴 前两者是二十四史之一 唐、唐朝大政史 作者都是唐朝人 而唐朝与北齐之间没有什么关系 北齐是被北周面的 而北周被谁取代 最后才是唐面随 因为不是前朝 所以没有黑的必要 且他们的皇室 多多少少有血缘关系 且北齐书的作者李百耀 他爸李德林是北齐的遗老 著名的大才子 李爸本来就在写起始 李百耀接力完成 实在没有理由抹黑老爸的祖国 正史都那么扯了 当然也此更是随便乱讲 根据唐朝的大使人李商也的说法 后主高尾有恩帝拉的倾向 旧是绿帽屁 竟然要爱妃冯晓琳 脱光衣服在大堂上 捎手弄姿 还不断的变换姿死 大臣们看的是血埋喷章 而北齐灭亡后 高家皇族男性几乎都被杀入殆尽 女眷则被释放 而胡太后和他的儿媳妇慕皇后 在长安开了前吉原杰克 因为名气大 很多人慕名而来 生意非常好 还要抽号码牌呢 胡太后高兴的和儿媳妇说 为后不如为昌 意思是说 坐姬比当皇后爽 但这个不是正史的记载 而是来自南北石演绎 可信度相当低 实际上的正史只有说 胡太后在北齐灭亡后搬去了北州 还仍长寿的活到垂潮 但留下了四个字 字行兼会 意思是说 咱们的太后还是蛮open的 有了正史的背书 难怪也死会乱写 至于沐皇后就没有记载了 现在网路上乱传 胡太后开剧院的故事 造谣的凶手是柏阳 不过他算是文学家 不算是史家 写了很多的农场文 北齐帝国二七年 历任六代皇帝 一直都是兄弟、熟子之间的互相残杀 老婆也互相玩来玩去 每次的黄泉交替 都要伴随着骨头相残 除了前面说的蓝陵王外 2019年改编至同品小说的超级大作《青云年》 其实也算是参考了北齐的历史 为什么说只是参考呢? 因为年代设定上 青云年架空历史不属于任何朝代 架空的好处很多 除了可以免于审查 不会绑手绑脚外 也可以避免爆雷 历史事件都知道结局 那就不好玩了 所以青云年所有国家人物都架空的 但从服装时空背景来看 幽与南北朝十分相似 剧中的北齐、北魏 相似北朝国家 而倩国就是南朝政权 虽然不是真实的历史 但看起来也是十分过瘾 青云年的男主角张若云很像彭正敏 女主角有很多各有特色 倩帝则是老戏谷陈道明演技非常好 剧情有相当多的权谋,让人大呼过瘾 但不时也有幽默的地方 真的很好看 详细我就不爆雷了啦 但今天我们不是要业配青云年 而是他的同频手游 一款3DNORPG武衫游戏 也即将火热上市 这次可是请来了咱们台湾之光 华语界的知名歌手小黄旗 男人游戏的年度代言人 事实上他也蛮像青云年纵容无足 双眼永远蒙着一块黑布 人家小黄旗都做好玩了 可见一定不错吧 这次主打100%还原青云年的世界观 不是怪养头卖狗肉的奇怪游戏 野游戏的角色NPC和经典剧情 都入众于原著的设定 例如看过原著的 一定对游戏内的任务很有亲切感 等于让你重逢一次各种有名场面 最重要的是 野游戏里面还有更多隐藏的额外剧情跟角色互动 仍然我都开始期待青云年第二季了 网路游戏最大卖点是与人互动 因此拉帮结派一起打BOSS结任务 绝对不可错过 除了标配的结交异性帮友 竟然还可以一起沐浴洗澡实在是好害羞 当然最重要的不是洗澡 而是与其他帮派竞争 帮派的打法很有趣 战略是很重要的 不像其他NO比拼的战力 青云年更加是以策略的方式去攻占城池 每个人都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 结合NO与策略的玩法 玩起来很过瘾了 而游戏内有五种职业 多印五行的金木水火土 当然很老梗的 也有相克相生与近战员工的设定 但七余年的另一个特色 只有双职业随便你切换 这点让我觉得十分有趣 打破一般NORPG一次只有一种职业的限制 你可以一次拥有两种职业 并且可以根据交换不同进去转换 以下可以当前排输出 以下可以去后排阴人 在战略上也有更多的搭配以及变化 技能与职业的搭配才是组络战局的重点 不是比谁出职的多 结合前面提到的帮派战 以NORPG来说不止吃技术 也蛮看玩家的策略以及判断 适合想动动脑的玩家 七余年再过几天 在8月31号就要上次上线啦 喜欢七余年又喜欢策略玩法的人 一定要试试看 这次上线还会送小王旗代言的坐骑小王居 看起来超有趣的 真想在游戏里面坐小王旗开车啊 总之想要体验七余年的各位 千万不要错过 一起在8月31号 我们在七余年决战庆国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